那是让我拿走你们所有人最重要的东西 呃我没有拿走你们最重要的东西是因为 我觉得还是把舞台给大家吧 对你们来说舞台最重要吗 那就要把舞台还给大家 是了 是 分配家族为了完成隐藏任务的努力 我们都看在眼里也深受感动 比如说小鹿 他是最卖力的标高音完成任务 比如说 鱼更银 他是最投入的和草奶辣妈组合互动 比如说我们的让让 他最沉浸在自己的音乐加人物当中 始终他的道具没有离手 比如说斯外格 他用最聪明的方式 假借节目组的规则完成任务 再比如说我们的苏醒苏大哥 他宁愿放弃自己的演出机会 要为弟弟们保住舞台 其实还是挺感谢导演组的 因为看似我们都是在一个竞争的机制下去 争取分配 但是实际上呢又促进了我们的团结 没有真正说让我们 互相对抗的 都是去 共同完成一些任务 在过程中呢 我们也收获了很好的默契和友情 是的 希望这个节目录完之后 我们各奔都 哎不是 我们越来越好啊 常常联系 对对对 我们没有一个人单独拿到了豪华的舞台 我们是集体拿到了一个看似中等 但其实由于大家的存在 反而变得更豪华的舞台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 谢谢 好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